下面说 这个心力 自信 自力 是真的智慧 这不是感情有词 全有当人的无上智慧 因为你悬上无上的法门 一生真正成就 这个选择是无上智慧 淡淡信出 老师念去 自然能所念望 自信狼信 这个狼信 自信狼信 就是离一些不乱 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所以从死止 到离止 进心之后 念佛是离止 集繁心 成佛心 为什么 繁心跟佛心 是一不少 所谓繁心 就是 佛心里面 带着 烦恼吸气 就叫繁心 除掉 烦恼吸气 繁心 本来是 佛心 老太太 不简单了 从哪里看 从她走这头看 他们有亲情 亲情放下了 最难放下的 就是亲情 她有二孙 她真正爱他们的二孙 表演给你看 让你一生 对于念佛法门 深信不疑 那么换一句话说 将来你们念佛的成就 跟她一样 而孙家来念佛往生 她肯定 跟阿弥陀佛一起 来接应 你能说老太太 没智慧吗 她一只一道表演 不容易啊 那能说年佛 能念之心 所念之佛 荣臣一体了 能说宝尔 能说业如 这就坚信 那自心 就是自信 谢谢 明心 见心 从四池 大理之 既凡心 成佛心 尽忠之妙 全在于此 其他法门 没有这个学妙 没有这么容易 没有这么简单 这就是 就近的方便 方便到基础 男女老少 心日不孝 过五过都能拯救 那我们在这个之前 同学们大家都知道 有个十岁的小女孩 念佛往生 他念了三年 二 是他七岁的时候 听他爸爸念佛 小孩好奇 佛是什么 二 极乐世界是什么 爸爸讲的听 告诉他 极乐世界好 他就问 爸爸 你能不能带我到极乐世界 去看看 爸爸跟他说 我还不行 这什么人行 阿弥陀佛行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带你去 他天天就念佛 念了三年 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 男女老少 男女老少 邪欲不孝 遇到这个法门 没有不拯救的 遇到这个法门 真的是大福报 大姓缘 不简单 当年错过 那就真错了 那其他的故事不算什么 这个故事 真是大故事 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今天 祝所 这个祝吉 都市 黄念初老爵士 在一些经文的 祖师大的开示 汇集起来 解释这部经典 那让我们不深怀疑 不起顾虑 神仙不已 我们就得理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